欢迎收听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质天下》,请听第363集。 当狄贤抬起头来,周围已经是第三层外三层,多少人一起挤上了桥。 放眼望过去,黑压压的全是人,都张着嘴颠着脚,勾着脖子向里面张望,而且不知是什么时候连城头上都挤满了人。 被堵在外面的闲人大声叫骂着,拼了命地向里面挤,守在里面抵住人流的守门将士,也快要吃不住劲了,个个脸都仗得通红。 到底是什么?仗着身份,郭忠孝几个人爬上了城墙,扶着质蝶向下望着。 猪! 河六耳间听到了一些声音,惊诧莫名,这是用来运猪的? 是韩刚,肯定是韩刚做的,难怪说要买船。 郭忠孝眉头眉脑地发言,让几名同伴都转头看着他。 给撒家闪开! 一声唬吼,如同一记惊雷震慑当场,又将望着郭忠孝的几道视线扯了回来。 一名身高六尺有余的壮汉,带着四名半档,在城下的人群中左推右壤地排众而入,毛茸茸的一张胡子脸,面如锅底,双眉如皱,鼻子扁而宽,相貌猛恶无比。 最特别的是他在不用瞪起的眼睛,已经让人心底发寒。 而乃谁认? 狄贤一声断鹤,几个守门小卒也随即持刀,挡在狄贤的身前。 撒家是军器尖的! 壮汉操着浓浓的关西口音,左手探入怀中,掏出个做身份证明的腰牌来,甩手丢给狄贤。 军器尖? 听到这三个字,狄贤就是一正,转而就有些不快。 不是因为军器尖,而是因为判军器尖的韩刚,将郑霞踢出京去的韩刚。 虽然狄贤是武职,而郑霞是文职,但同样做着一桩差事,也算是点头之交。 虽然整件事是郑霞本人不张眼,但他全家被发配去恩州,狄贤也免不了有些吐死胡碑,伤其累的感触。 至于周围,则是一片哗然。 军器尖? 寒舍人? 这几个字在人群中飞速传递。 狄贤低头验过腰牌,来人的姓名身份都在上面,的确不是伪造,但这说明不了什么。 周全? 尔来何事啊? 还有什么? 周全抬起右臂,没有手,只有钩,右晚上装了一只铁钩,钩间寒光闪闪,摇摇指着石桥中央。 这飞船是军器间的东西,要马上回收。 飞船? 这是军器间呢? 狄贤傻愣愣地问着, 还能是谁家的? 周全大咧咧地说着, 撒家受了我家舍人的吩咐,正管着造飞船的差事,今天绳子没拴好,给风刮飞了,要不是这样,撒家吃饱了才出来追呢,还累得跟狗一样。 说了两句,一下子仿佛醒悟了过来,不该说这么多,一瞪眼冲着狄贤狠狠地一声大喝, 还不快点赶三人,没看见这么多人都在城门口堵着吗? 又回过头,冲着围观的人群很不耐烦地吼着, 散了散了! 狄贤看着周全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的指手画脚,心头火气大气。 你有什么证据说这是你的? 周全冷笑一声, 你倒说说,除了军器间的韩舍人,还有谁能造出这飞船? 韩舍人不是说要造铁船吗? 人群中有人亮着嗓子喊着,惹起了几千人一起点头。 铁船飞船都是一个道理的东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周全回头一扫城上城下,数千尽万的围观群众下巴扬得老高, 只拿着两个黑洞洞的鼻孔冲着人。 一点见识都没有! 虽然他只是个官兮人,但他头像周围的鄙视眼神, 却分明跟皇城脚下的居民看着外地香巴老实的眼神一模一样。 狄贤被这个赛军器间挂着励直的汉子气得脑袋冲血, 他可是官啊, 但一想到身后被称作飞船的异物在天上飞的样子, 对韩刚的畏惧顿时又冒了出来, 那一位还有什么做不到呢? 你再不快点, 等我家神人来了发了火, 那就不关撒家的事了。 周全现在却是一点也不及了, 这飞船不值什么, 可要是被撩人的奸细给偷了去, 撒家一人可担待不起。 听到撩人二字, 狄贤便心底一惊, 要是当真被狄人偷学了去, 眼前的这毛胡子脸要被治罪, 他狄贤绝对也少不了一个罪名, 而韩刚肯定要偏帮他的人, 到时候难道要去恩州跟郑霞做邻居不成? 可是也不能就这么放人呢? 都已经通报了开封府, 很快就该有人来了, 而且不经城门欲强而入, 肯定是个罪名, 只是飞过去的是猪不是人。 再看看周围, 已经是人山人海, 一个不好要出乱子, 这到底要他该怎么处置啊? 狄贤脑中一团浆糊。 郭忠孝几个人这时在城头上愣愣地望着下面, 飞船的名号已经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 方才还在吃笑着韩刚人品低劣, 不顾师门大义, 转眼就是飞船到了天上, 虽然这一回是装了一头猪进去, 但下一回说不定就是人了。 能让人飞上天? 只在传说中出现的事迹, 如今就在眼前。 只要韩刚说一句, 这是格物置之的功劳, 不知会有多少世子敢往关中横渠, 求着一个门生的资格。 笑韩刚, 可笑的都是自家。 这一天的从政殿外, 弥漫着一股怪异的气氛, 无论班职还是内侍, 都无心守卫殿门, 甚至都不顾规矩, 低声的交头接耳。 飞天遁地的故事只出现在传说之中, 许真君的拔宅飞生更是人人都要羡慕, 只是都知道这等美事儿轮不到自己。 可是今日偏偏出了意识, 军器间竟然送了一个篮子上天了, 装在篮子里的东西很好笑, 是一头猪, 但猪能飞上天, 人当然也是可以的。 过去在宫中的传言中, 韩刚只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官员, 最多可以说一句前途不可限量, 但此时, 在守殿班职和内侍们的眼里, 跨进殿中的韩舍人, 他的身上却镀上了一层浓浓的神秘色彩, 让人不禁联想起他一直以来失口否认的 要王弟子这个身份。 韩刚走进了殿中, 他们都竖着耳朵, 听着殿中的动静。 韩清, 赵须略显急促的声音从殿中传出来, 君洗尖中可是有灶能够飞天的船只啊。 确有此事, 陈命名为飞船。 韩刚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但他轻描淡写的语气, 似乎在说着此事不值一提。 不过此前仅仅试验了三五回, 只敢装上秦畜, 还没有到载人上天的时候, 陈本准备能送人上天之后, 再来禀报陛下。 竟然是真的! 韩刚回答得如此爽快, 反而让赵须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本是在听着疏密使吴冲有关河北进军改编的汇报, 没想到半途之中, 全支开封府的韩镇匆匆忙忙的求见, 疑问之下, 竟然是军器间送了一头猪上了天, 惹起了惊中的大骚动。 诸飞上了天, 这话乍听起来很好笑, 但细细想来就让人笑不出来了, 甚至让赵须感觉有些毛骨悚然, 这可是飞天啊! 一边的吴冲也是觉得韩刚的形势越发的不合正道, 方才他就灌输给了赵须不少危言耸听的话, 一等韩刚承认便站了出来, 历声贺问, 韩刚, 你好好的板甲不去打造, 却说这等神怪之物, 致使惊诚骚然。 少见故而多怪, 虫鸟皆能飞天, 也不见有人惊讶。 韩刚毫不客气地打断无冲的指责, 若是一个月下来, 天天都能见到飞船上天, 也就不会有人再多看一眼。 上云节的灯会, 年年万人空向, 观者目悬神迷, 可若是一年三百六十天, 京中日日有灯会, 京城百姓还会有兴致吗? 习惯之后, 也就只是平常而已。 他很是不屑的一笑, 柳河东前驴一片, 想来吴淑密必定听说过, 虎之为驴, 乃因其不知驴, 在其知驴之底细, 那驴也变成了虎的腹中之石, 只要日后京中天天可见, 明其底细, 也就不会再有今日之事。 吴冲气的脸色发青, 赵虚却没有关心, 他性急地问道, 韩清, 你到底是怎么让船上的天呢? 韩刚冲着天子欠身一礼, 臣对此已在福利追缘里有过说明, 此与铁船同理, 只要整体的密度小于水, 铁船便能浮于水, 若想浮于空气, 只要比空气轻就行了, 飞船之所以能飘在空中, 就是因为其整体要比空气轻。 气难道还有轻重之别? 赵虚追问着, 空气无形而有质, 乃物也, 其既为物自有轻重, 热气则轻, 冷气则重。 一派胡言! 这下轮到吴冲打断韩刚的话, 人间四月方飞尽, 山似桃花, 史盛开, 越是高处就越是寒冷, 何曾见过高处, 反而比低处热的? 正是因为高处不胜寒, 故而热气会往寒处行, 此乃天道循环阴阳互补之理, 若非如此, 飞船如何能飞天呢? 韩刚微笑着, 而且热气上浮, 寻常即可见, 只因无数觅食君子, 故而不知。 吴冲知道, 韩刚绝无好话, 正待发作, 赵虚则抢前一步, 好奇地发问。 韩清此话何解呀? 礼记有云, 君子远抛除, 无数觅人人君子, 故而不知储中之事, 而韩刚不才, 则是略有所闻, 即便是储中烧火的粗食女兵, 也是知道热气是往上走的, 否则烟囱何不往地底下修啊? 韩刚语带讥讽地, 反扎了吴冲一计。 吴冲没有想到韩刚口舌不扰, 脸色更加阴沉。 不论飞船之理如何简单, 可世人多余, 日后必会有妖人以此为仗, 用来煽获世人。 若是不知情有, 飞船确实会让人有些惊讶, 不过论其本源, 也只是浮阳可见的寻常之物。 韩刚亦仅是根究其理, 进而推而广之, 所谓格物置之就是如此, 人皆有之, 只要教化得力, 必然让妖言无所遁形。 如果今日韩刚拿出一艘铁船, 不知世人可会惊讶呀。 吴冲就是等着韩刚这举争辩, 立刻追逼道, 若当真能教化万方, 飞船当回遍及天下。 他转身对着赵须说, 陈孔日后天下成员便从此无用, 就连皇城也要任人出入了。 此话一入耳, 赵须便不自在地在座位上扭动了一下身子, 若是贼人从天而降, 成员的确无所失用。 韩刚却仿佛听到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舒密是在说, 有人能从比开宝寺铁塔还要高的地方跳下来潜入宫中? 既有此能, 武藏攻强已难挡啊。 难道飞船只能上, 不能下? 飞船之大, 犹如巫舍电阁一般, 悬于空中, 或许会忽视, 但若是降下来, 只要是眼不瞎, 何人看不见呢? 再说了, 飞船随风而行, 如蒲公英一样, 无风不动, 乃是随波逐流之物, 可不是如同行人车马, 想往哪里去, 就往哪里去啊。 韩刚和吴冲斗起了嘴, 赵须听得不耐烦了, 说了半天, 都没有说到他关心的事情上, 便提声打断了两个人的争辩。 韩清, 这飞船一物, 究竟本于何处, 何于何物啊? 韩刚先为此前的失礼告了罪, 然后回道。 回陛下, 就是市井中常见的孔明灯, 只不过放大了百倍, 从只能带着蜡烛的灯盏, 变成了能载人的飞船罢了。 孔明灯? 赵须惊诧无比, 他可是从小就是看着孔明灯点着升空, 从来都没有想过由此造出可以载人的飞船来。 正是孔明灯, 蜡烛便能浮空, 便是因为灯中空气受热之故。 韩刚瞥了面色发黑的无冲一眼, 只要当场看一下飞船的结构, 也就能瞧出其中的门道了。 世间之事往往亦是如此, 看似鬼神莫测, 一旦说破, 其实啊, 一文不值。 赵须不义韩刚说得这般轻巧, 韩清, 铁船不过是浮水而已, 飞船可是能飞天哪。 不知陛下何有此言, 若说原理, 飞船仅是对福利的运用, 若说本源, 就是一个略大一些的孔明灯罢了。 说到用处, 能做的也不过是能代替超车, 远关敌阵, 远比不上铁船, 能带动与钢铁有关的军民器物制造水平的整体发展呢。 韩刚顿了一顿, 臣也不敢欺瞒陛下, 打造飞船之本意, 多为光大气学之说, 格物之理。 若不是这飞船还有着一点可以顶态潮车的功劳, 臣甚至都不敢拿军器间的名义来做呢。 韩刚脸上的困惑让赵须不禁自问, 自己是不是太大惊小怪了一点, 不过就是能让人飞天而已, 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 这怎么可能呢? 这可是能让人飞上天的工具啊。 赵须也只是在做梦的时候, 才幻想过的事情, 神仙方能为之, 现在有人在自己面前说, 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那为什么几千年来, 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过呢? 赵须半眯眯眼睛, 缓缓地说着, 韩清太过自谦了。 韩刚摇摇头, 这就是格物至之, 并非世人才智不及, 只是没有去想而已。 风吹草动, 夜落花开, 虽是寻常, 却自有智理在其中, 只要不是事之为常一眼带过, 去跟究其理, 必然会有所得。 韩刚所言, 确实至理啊。 军器间所造的飞船, 在京城中引起的轰动, 远在之前的铁船板甲之上, 连韩将冯经等载职, 都在震撼中一时无语。 原本位于汴河边库区中的飞船基地, 也给移到了新国防中, 而外界一片沸腾, 韩刚却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这样的态度之下, 让他在世人眼中变得莫测高深起来。 尽管市林中的评论有着不少杂音, 可韩刚在浴前停队时, 已经明明白白地说着飞船, 模仿的是孔明灯。 这么简单的道理, 不知多少人听说之后, 在暗恨自己, 为什么没有想到。 同时飞船的成功, 让许多印书房连夜加印起原本是手抄本的福利追缘来, 而张哉的观学, 终于在韩刚的极力推动下, 走到了京城这座舞台上, 横曲四聚交, 也在京城世子口耳相传中传播开来。 这四句话的气魄宏大, 倒进了儒门子弟应有的座位, 一时之间, 横曲张在的名望, 压倒了诸多名儒, 而成了士林之中, 最受景仰的几个人之一。 当然, 此时最为吸引京城, 乃至整个荆棘目光的, 还是在新国坊中全力整修的飞船。 二月中旬, 也就在骚动后的半个月, 载人飞船在万众瞩目之下, 与金鸣池畔飞上了天空。 周全, 这位在和黄丢失了右手的老兵, 也成了这个世界上第一位踏足虚空的凡人。 抬头望着虚弦在近百丈的高处, 被波澜不兴的微风吹向湖面的热气球, 欢声雷动中, 韩刚冷淡地笑着。 只是, 离着他的目标, 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刚才您听到的是, 鱼洋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载之天下》第363集,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载之天下》第36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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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